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委屈 我不知道 他提告或者他接受調查 他們自己去申訴 但是我是認為 我們黨的方向應該很清楚 我們應該趕快擺脫這個泥澇 我們向社會大眾說明 我們黨就是主張民主多元 由下而上每種聲音都可以出來檢討我們黨 那該被檢討 該被調查的人 他們就閉嘴 點點 不要因為說你們有權 有權勢 有資源 你們有媒體 你們就可以招踏別人 我不能這樣子 我如果說王世堅被開除 那民進黨就得救了嗎 我們社會的問題就都解決了嗎 很奇怪嘛 不是嗎 所以我坦然接受嘛 黨的機制該怎麼處理 我就說我都不抗辯 我接受 但是並不是說開除王世堅 那就解決所有的問題 不是這樣子嘛 所以我覺得那個很無聊的問題 我再一次講 要求我跟林志先道歉 Never Over my body 有這麼扯的事情 講的人你自己好好檢討吧 因為你有對黨失望嗎 不會啦 我們黨 我們40萬的黨員 我知道我們多數的自主的黨員 他的看法想法一定是站在我這裡 我的講法是比較直接一點 但我相信他們的心跟我是相結合的 只是他們沒有辦法把每個聲音傳遞到我身上 我被包圍的就是電話部隊 網軍 側翼 名嘴 成天這樣污衊糟蹋 我整個 你看我這種智障型手機 容量也不多了 就被這些已經充斥 把我塞滿 所以那個 我知道 我知道在他們一定在某個地方 某個角落他們其實是聲援我的 那這才是民進黨真正的精神 因為有時候會今天聲援高嘉瑜 他說其實以高嘉瑜在港國的效率 是民進黨需要他 或是他需要民進黨 那你自己怎麼看 你覺得現在是民進黨需要他還是民進黨 沒有需不需要的問題 因為我對政治無所求嘛 我沒有去做這樣的分析啦 那我覺得我從政 我絕對不膨脹我自己 那我也希望我們黨就是能夠自行 那不要膨脹自己我們黨的功能 價值 只是一個手段 黨只是一個過程 目的是國家 是社會 黨應該是朝著先進國家的方式 為什麼是軟性的政黨就是這樣 因為你要去說服更多的民眾嘛 那不是說入了這個黨就要被這個黨綁架 有啦 有這樣的政黨 共產黨就是這樣的政黨 民進黨不是共產黨 他們國民黨愛怎麼樣的走他們的方式 那他們的事 但我們民進黨不是這樣 我們民進黨要以理服人 但是蘇貞昌提辭辰 想要問你怎麼看 我個人是哀經悟習啦 那他提辭辰 我相信總統會很明智的就接受了 那他要下來了就對了 這是我們邁向 檢討改革的一大步 那也是我們民進黨振衰起壁 再戰2024 很好的一大步 你覺得算是聽到民意的聲音嗎 你聽到你一個喊話的聲音 我想蘇貞昌自己可能也累了啦 他可能覺得也累了 而且他的階段新增路也達到了嘛 那怎麼看陳建仁就是可能會接任 因為他之前好像挺有意志的 我想陳建仁來接任非常好 因為聖光一出 誰與爭鋒嘛 所以陳建仁會是非常的有說服力 他的聖光 他的道德性 他的正當性十足 所以我想如果他接那是非常非常好 可能當時陳建仁先生當時是禮貌性的嘛 因為他還不知道 還沒有很明白的情況下 當時林志堅還沒有被台大判定嘛 所以他的看法可能就是禮貌性的一個答覆 我相信他不是挺 他的意思是說 應該是說要照程序來證明 林志堅的論文的抄襲 那現在台大也做出決定了 中華大學也做出決定了嘛 這些判定都很清楚 這背後都有那麼多的教授 學者 專家 校方 他們一再的斟酌嘛 所以我在想 他 我覺得 他當 當事人林志堅很清楚